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春风破浪的姐姐三即将迎来第五次舞台工业 此前每一轮工业的造型与神区都充满了争议 这一次也不例外,第五次工业的神区依旧是无法满足观众的审美 服装造型方面略有所提升 唯独王星宁的造型有些拉胯 王星宁的造型像跳广场舞的阿姨 王星宁队伍第五轮工业的团体秀是有马炒面 这是一首很有个性的歌 要略带一点坏女孩的味道才能尝出韵味 可是队伍中的几位女孩子从小都是乖乖女 为了找这种坏女孩的状态 几位姐姐可谓是煞备苦心 最后决定集体整骨一下其他宿舍的姐姐 这种小尺度的整骨居然也让姐姐们很害怕 为了配合这首歌 姐姐们开始练胆找状态 节目组也没闲着 一直在商量什么样的服装造型 适合这次演出 最终我们看到郑秀妍 蔡卓妍 钟心童 唐诗意 张天爱的造型 服装是比较符合这首歌的主题 他们都很有街舞女孩的味道 然而镜头一转 当王星宁出现在画面中时 我揉了揉眼睛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王星宁的服装造型 和坏女孩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分明是广场舞阿姨的造型呀 王星宁身穿一件红色 超级宽松的连衣裙 裙子上的图案类似一朵花 这条裙子和这首歌 要表达的意境毫无关联 王星宁与其他队友站在一起 也不像是一支队伍的 真不知道节目组这次在干嘛 为什么让王星宁 穿上如此凌雷的服装 其实这组服装并不难找 给王星宁一套 和队友差不多的服装就行了 这组衣服在街舞女孩人群中 很常见 可节目组偏偏给王星宁一套 广场舞服装 而其他队友的服装就相对正常 比如阿娇和阿萨的服装 就很符合主题 多亏了王星宁颜值高 长得洋气 硬是把这套衣服给撑起来了 这么涂的衣服让王星宁穿 节目组是认真的吗 纵观三支队伍所有成员的服装 基本都挺好看的 唯独王星宁的衣服格格不入 就好像服装不够了 随便找一套 如果大家都穿这套衣服也就算了 可偏偏是王星宁自己穿 这就太偏心了 郑秀颜组服装最好看 女人味十足 要说三支队伍中 哪一组的服装最好看 那肯定是郑秀颜组了 郑秀颜组全员黑色系服装 非常时尚 也符合女团的标准 这样整齐亮眼的服装 一出场就能吸引观众的眼球 这套衣服对每个人的颜值 都有加持效果 光从服装造型来看 郑秀颜组就已经先生夺人了 这套服装让余文文有了很大的变化 她平时爱酷女孩的形象 很少穿裙子 这一套黑色系裙装 让余文文显得女人味十足 也让余文文显得更白 更美了 其实不仅是余文文 这套服装也非常适合其他姐姐 黑色衣服显瘦 本身这一组姐姐的身材都很好 张力 王子玄 张欣意 朱姐敬都超过了一米七 会让姐姐们显得又高又瘦 这样的服装对于唱跳的舞台 是有分数加持作用的 视觉效果会非常好 节目就应该按照这个标准 给每一支队伍安排服装 但是很遗憾 在第五次公演中 王心灵组的服装相对普通 而她本人的服装更是一言难尽 多亏了王心灵自身条件好 证明了人好看 穿什么都好看 但还是希望节目组可以公平一些 不能因为人家长得好看 就随意地安排服装 乘风破浪的姐姐三 第五次公演前 最大的看点就是在重新分组的时候 薛凯奇不想和郭彩姐分开 她越想越难过 于是她哭了 薛凯奇哭得比较夸张 眼泪有如珍珠啪哒啪哒往下落 大侄女谭伟维有些看待了 很明显 她不理解薛凯奇怎么哭得如此伤心 薛凯奇这一哭打乱了王心灵的计划 原本她是想选一名歌手的 如果是歌手的话 在谭伟维的队伍里 薛凯奇和郭彩姐被选中的几率非常大 最终王心灵还是不忍心拆散薛凯奇和郭彩姐 她选择了唐诗意 其实王心灵的选择是正确的 唐诗意无论是能力还是颜值 都比薛凯奇和郭彩姐更适合王心灵的队伍 薛凯奇突如其来的哭泣 让现场很多人也跟着一起落泪了 两位主持人齐思君和谢娜也是为之动容 薛凯奇一边哭 一边说她不想走 不想和郭彩姐分开 这个理由的确是挺充分的 姐姐们相处了这么久 说明有感情是假的 姐妹情深的画面感动了很多人 仰而薛凯奇落泪的真正原因 其实有两个 其一就是她所说的 姐妹情深舍不得走 这是表面原因 而真正的原因并不是舍不得郭彩姐 她舍不得的其实是另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她已经是不小心说漏嘴了 恰巧被王心灵听到了 当王心灵选择了唐诗意以后 薛凯奇得偿所愿 她和郭彩姐没有分开 大家都感激王心灵的成全 于是薛凯奇走上前去 与王心灵族的成员拥抱之些 或许是太激动了 薛凯奇在与蔡卓妍拥抱的时候 说了半句话 这句话是 你们族的人气真的很高 当时薛凯奇背对着镜头 她以为这句话 节目组和其他人听不到 却突然想起来身上还有耳脉 所以紧急闭脉 没有把后半句话说出来 那么薛凯奇这半句话 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意思呢 她不是来感谢的吗 怎么莫名其妙地 说了一句毫不想干的话 其实这半句话 就是薛凯奇不想来 王心灵队伍的真正原因 王心灵是本季乘风破牢的姐姐 最火的人 她的队伍从第三次舞台公演开始 每次都是全场最高分 五位成员每次排名都在前十 可以说王心灵队伍最终 全员出道的几率非常大 第三次公演之前 张天爱始终排在十名开外 但是自从加入王心灵的队伍 她的人气也是开始飙升了 如果薛凯奇从第三次公演的时候 就在王心灵的队伍 那么她的人气也将上升一大截 但是第五轮公演 是节目最后一次公演 此时加入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王心灵队伍已经固定成型 论实力薛凯奇比不了王心灵和Tunes 论颜值 她比不上郭张天爱 薛凯奇所有的人气 全是第二次公演 她和留恋表演梦中人时 积攒下来的 所以薛凯奇在这支队伍如鱼得水 而在王心灵的队伍 她的闪光点会消失不见 因为王心灵的队伍闪光点太多了 通俗一点讲 薛凯奇的心态就是 您做鸡头不做凤位 薛凯奇这半句话被王心灵听到了 当时她就坐在薛凯奇的旁边 听到薛凯奇的话 聪明的王心灵马上就懂了 于是对薛凯奇说 你怎么这么可爱 王心灵的意思是 你明明实力很强 为什么要动这些小心思 因为以薛凯奇的每一轮人气来看 她都排在前十 成绩很稳定 即便来到了王心灵的队伍 也不一定会导致人气下滑 可如果薛凯奇来了 那就不一样了 她会为了成团位而努力 到时候对内和谐 友好的氛围就会被打破 这是王心灵不愿意看到的 最终 王心灵选择了唐诗义 对于她和薛凯奇来说 是一种相互成全 王心灵成全了薛凯奇的小心思 薛凯奇也还给了 王心灵队伍应该有的和谐气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关注